黃毓民議員 你現在可以就兩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間是五分鐘 我認為民主派提出的議案 唯一一個 是不可以得到 民主派的議員支持的一個議案 我提這個動議 其實是一種政治的宣示 是預了被否決 但是對於 就這個動議提修訂的 民主派的朋友 我都要表示感謝 其實我對民主政治有一個更高的期待 或者可以說是一個烏托邦 就是說有一天 到了直接民主已經達到成熟階段的時候 真正有高尚情操的理想家 盡可以人民接受他的主張為止境 而不必參加競選 君子群而不黨 這種真正為主張而團結 而且完全超越本身厲害的群 將更加為人民所順來 玩弄政黨政治 或者為個人權位目的的政客 將無所思其忌 到了那個時候 議會已經不能歪曲民意 政黨雖然依然存在 但是政黨已經不能夠把持議會 我在一個主體發言裡面提到 歷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 開始的時候 都是一個烏托邦 結束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現實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現實 不是一個烏托邦的話 它就必須要得到 很多人 相信他的人的支持 和他的動力 今天在這裡 提出這個議案 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的宣示 原本我期待 有些有水平的辯論 所以我主體的發言裡面 特別提到 我希望大家藉著這個議題 可以調分理識 紅變套套 真理愚變愚明 很可惜的就是 很多議員 仍然停留在一個極低水平的 一種論述 甚至不能稱為論述 兩項修正案的論述 相對比剛才其他議員 一些發言 包括質疑我們 所謂五區總辭 那些客人的東西 我在那個政治說帖都有了 從什麼證啊你 成份說帖你都不看 答非所問 水平極低 都不是那個問題的核心 在這裡冷嘲熱放 民主派分裂乾兄底市 傳媒不足信 政客不可靠 我們應該將民主的希望 寄託在香港人民 而非寄託在北京 特區政府 建制派 甚至是民主派的身上 林瑞露局長可以繼續囂張不顧 就因為我們這個議事同上的人 水平極低 最後我要講的也是回應 兩位議員的修正案 包括梁耀忠 講這個公投 講了很多次啦 包括我們的盟友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的盟友 梁家傑那個修正案 我都會投贊成票 最後我想講的就是 孫中山有一句說話 吳心順其可行 則移山填海 之難也有成功之日 吳心順其不可行 則反掌折之之意 亦無修效之其日 多謝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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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